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国家特勤局曾经公布要在礼拜一 他基本上可以完成他的调查计划 他整个内容应该涉及到部分本身比较简单 所以他因为他有明智 所有这些录像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应该是比较简单 等到今天现在是晚上八点 没有看到特勤局的任何的说法 也没有追问 网上也没有人问 网上没有人问 这是蛮奇怪的 我以为可能跟美国社会现在的 包括社交媒体现在的态度 现在做法有关 就是很多东西已经不是一种纯自然的状态 已经不是了 所以当他改变之后 我们大家以为看到是真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掺杂了一些具体人的主观的愿望 具体人的主观愿望 那主管相关内容的一些有权力的人 比如说推特也好 非诸布格也好 那他们会借助他们自己的政治倾向 在西方社会就叫政治倾向 其实就是他自己道德观念的一种属性 他们有意在调整什么 这样的话大家看东西就不一样 在YouTube上多坦白跟朋友说 在YouTube上现在再这么讲 如果你说拜登不好 你的账号有一些伤害的话 当你说拜登不好 他就给你黄标 现在比较去 我个人觉得比较去 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呢 在我 因为我们的账号多嘛 我们看到故事比较清 比较直接了当 真的直接了当 所以这是今天的社会 我们跟大家分享 时劳聚焦能够直播呢 也是为了分享能够尽快的 使得朋友们有个更直接 就是更多的一个获得新闻的渠道 那到底白粉在哪 可卡因在哪 川普就提出了他的问题 白粉呢 这是今天他下午 下午提出来 大概下午一点多钟吧 所有人都想知道 白宫的白粉故事 可卡因在哪呢 他说就像我 曾经在有关机密答案的问题上 这是盒子 在机密答案的问题上 我在第一时间 把海湖庄园的安全录像带 全都交给了美国特勤局 他当时是应该交给特勤局了 他说这是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 一个自然的过程 白宫 白宫的撤像头 比我海湖庄园多多了 远远超过海湖庄园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特别是相关地点 特别是相关地点 就是因为美国特勤局 已经公布了 他承认那个地方 是在他的情报 他就叫情报室 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实际是白宫最 安全要求最高的地方 那情报处理室 也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美国总统副总统 美国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 军事官员 集中在那小屋里面 去讨论事情 所以从安保的角度来讲 那地方是最安全的 读 可感应是在他外面发现的 所以他就讲 他就明确讲说 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摄像头 他在那住了四年 他当然知道 他说怎么可能没有 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百分之百的知道是谁 这就讲特勤局 百分之百知道是谁 如果他们不释放出资讯 将意味着他们把录像带销毁了 把录像带和可卡因都给销毁了 他这么讲了 那当然可卡因已经发现了 那怎么叫销毁呢 所以这是川普在他的讲话当中的特点 那在这一看见上没有录像带了 或者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取舍 所以某种情况下 特勤局里面的具体官员 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麻烦 我想说具体官员遇到具体的麻烦 就像特勤局在处理亨特拜登那件事情 枪制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公众舆论认为呢 他在袒护他们 所以袒护了一次 那这一次呢 第一次袒护是拜登身上 是这个亨特身上 那这一次袒护 还袒护不袒护 因为白宫的主人是他爹 对吧 白宫主人是他爹 那他怎么办 所以我相信特勤局里面 某些具体的官员 有可能提出了一些非分的想法 这我认为啊 非分就是非分的想法 而他的目的的一切 是为了掩盖真相 而不是坦白真相 但是这个责任呢 已经完全都在特勤局本身身上 如果他真正想掩盖的 或者有什么其他做法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涉及到犯罪 他真正涉及到犯罪 这是国家安全问题 因为白粉进 可凯因进了白宫 而可凯因是违反联邦法律 那你又查不出 你用其他的说辞 去掩盖真相的话 那国家 那任何一个 也就是说美国总统 处于一种不安全的境地 不安全的境地就是 那作为特勤局 如果想干什么 他可以随时去干什么 因为他失去了一个信任 失去了真相 所以这里面是蛮多的 然后他提到说 可能真的有歪歪扭扭的条 这是讲拜登总统 他说以便给总统这场彻底灾难 带来一点生命和能量 这里面就有趣了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这个东西呢 毒品可能是周拜登的 就是拜登总统的 可不是他儿子的 所以他讲说歪歪扭扭的意思 是指今天拜登本身的身体的状况 今天一大早就传出 就看到拜登到这个白金汉宫 对吧 见了这个叫查理三世国王 两个老人相互搀扶 那个他打话他打话 所以这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一种现场 那如果打话的话 这里他讲歪歪扭扭 瞧就这意思 所以拜登的身体状况 周拜登的身体状况 有可能是需要 可卡因来支撑的 因为这是一场 他说这场彻底灾难 起码要给他一点能量 这是 这是我眼睛里 这是川普第一次 直接指责 就直接方向瞄准指责 毒品可能是给乔拜登用的 而不仅仅是亨特拜登 那他这两个推文是连着的 当乔拜登指示FBI跟司法部 非法进入我家的时候 他是否服用了可卡因 所以他这第二个推文 就是接程上面一个推文 他就直接在质疑了 他说可卡因到底是给谁用的 到底给谁用 他为什么找不着 所以因为你为什么不公布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潜台词就是说 如果亨特拜登用的话 特勤局的顾忌要小很多 如果是乔拜登用的话 那特勤局的顾忌就很大了 因为他不辞职已经说不明白了 对不对 这个动力 这个东西就这样 也就讲说 谁把那东西给遗忘了 那两个人 乔拜登跟亨特拜登都有肩膀症 这是我相信朋友能理解 因为亨特拜登只要毒品在就那样了 但是乔拜登呢 我们知道他魂不守舍 今天上午就是 今天早上其实就是神木守舍 他糊涂 那这个唐宁街10号 英国首相所在的地方 今天上午跟英国首相 没谈多长时间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在唐宁街10号的后花园里 但是呢 英国的美日电讯就说呢 一场灾 一场灾难 因为拜登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没必要去分享 我就这里跟大家解释 你要想看 就到英国美日电讯去看 他就讲 他首相就说 哎 纯粹是一团糟 那如果他真糊涂了 如果他真就是压力太大 也就崩溃了 那他需要毒白粉 那白粉自己给自己给 给忘到家里 那他就不好办 所以这是川普也直接问到 他是否服用可卡因 这完全违背了我第四修正案的权利 那意思就是说 在拜登总统执政的背景之下 他的司法部跟FBI 袭击了前总统的家 而这下达这份命令的本身 一定跟现在总统有关 因为在袭击的过程中呢 拜登总统 乔拜登以现任总统的身份 就释放出一些许可 是包括特别是总统赦免的问题 释放出一些许可 他也就把自己饶进去了 当他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让他的政治对手 对他政治对手及起诉和抓捕的时候 他说如果你包括司法部管理的 曼哈顿的检察官的话 那他是否在是在服用了可卡因或其他药物之后发生 所以他这个话呢就是两说的 就是讲说拜登是吸毒者 拜登是吸食可卡因的人 那如果他是正常的话 他不会对美国总统做出这样历史性的东西 历史性的东西 所以这是川普第一次把他被迫害 那今天拜登总统的 这个乔拜登的魂不守舍 与可卡因连在了一起 这是川普 这是非常明确的 自己连在一起 那为什么这么相互相连 有他自己的说法 有他自己的明确的表达 那这份表达 我看很多媒体不知道应该怎么报 然后他讲说我们是一个衰落的民族 是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总统去吸毒 然后把毒品落在了自己的办公室 那美国没有这么衰败的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么衰败过 因为你并没有看到古巴的总统 或者说哥伦比亚的总统 甚至习近平自己在公开吸毒 没有看到 你现在全世界唯一看到 就是在美国的总统府 发现了可卡因 结果到现在 没有人 就是还没有人去承担责任 那里头能进白宫的 就是谁丢下的这个白粉 他自己一定知道是自己丢了 他为什么不站出来 当他自己不站出来 自己不承担的时候 就是美国衰败的标志 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这是 我想说 这是真真真真切切 是这个问题 那川普没有明确这么说 那既然一个吸毒的人 他怎么可能自首呢 为了民族的利益 为了国家的利益 他怎么愿意去自首 所以这就是 这是美国衰败的根本 已经没有任何人 能够愿意承担责任 而所有人都是 不仅是得过且过 就是变本加厉 不择任何手段的 去推卸责任和逃避责任 把自己充当成完美的精英 感谢观看